原汁原味的暗黑破壞神 不管什麼都給你從舊版搬過來 就能以前小時候體驗過的 三寶類格斷線 人物消失 欸?人物消失是三寶以內的嗎? 哈囉,我是SKY 你聽得沒錯 暗黑破壞神 御火重生 在前幾天23號推出 不少人都加入了這款遊戲 討論度也在這陣子 提高了超級多 直接超越了最近紅道報的手機遊戲 《哈利波特直奔巴哈排行榜》的第二名 甚至還有人覺得 ERG這一個專門出暗黑資料的網站 不是這麼方便 自己開了一個網頁也都有 我還記得在開賣之前 大部分人都在講說 這遊戲就只是賣個情懷 情懷情懷 你每每聽到暗黑二就是情懷 第一天是不是去開啟 滿心期待的 哇,時間到了 打開遊戲進到裡面 看完的話打算開始 結果卻是直接卡住 是不是去爆滿啦 你個泡菜豬肉真的很原汁原味 小時候那種進不去 又無助的感覺都出來了 所以就開了單機 刷到了凌晨一點半 聽說要重開伺服器 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來拼看看好了 我就用了很奇怪的手勢 擺了一下 以為要抽卡 結果就進去了 看吧 老子當年起伺服器 也就這麼起乏 看不到而已 現在實際擺給你看 還不給我照做 正當我刷得開心 到了三年多 想說隔天要再小一去學校 還是補眠一下 天一亮 開個主機 人物直接變成兩等的 好喔 厲害喔 回溯也這麼原汁 那麼這時候 大家看到這邊 肯定就會想說 所以到底要不要買呢 這也是這幾天 大家很想知道的事情 畢竟你花錢嘛 花錢就想要買一個 很好玩的遊戲 不好玩就會感到浪費錢嘛 那身為一個 以前沒有體驗過 暗黑破壞神2 舊版的我 我會以新手的視角 去看這款遊戲 當然我也是在遊戲推入之前 稍微做了功課 至少破了一次 普通版本的舊版暗黑2 讓自己知道整個流程是什麼 再進到遊戲 所以我想應該可以 穩穩的破關吧 沒想到遊戲卻在地獄難度 才是真正的開始 首先 暗黑2 這款遊戲 它總共分了三種難度 普通惡夢地獄 當然在這三種難度之下 怪物跟血量 還有傷害理所當然 也會不一樣 再來這樣三種難度 我自己體感 普通跟惡夢 都不是什麼太大的重點 選法是沒特別去農裝備 就把這兩個難度給打完了 如果你一開始 就有經驗是搞個冰火法的話 速度應該會比我快很多 說到這個 我在想到 我的進度一直以來 都落後大家很大一節 一個就是我自己拓荒 另外一個就是 我當時玩的是電法 沒有想到傷害浮動會很高的問題 所以後面就轉型了 雖然不是變美型男 但還是變了一個冰山美男 冰封一切的煩惱 玩到了遊戲的體驗 要不然身為單幹的我 真的是很難存活下去 那麼 你要是真的很喜歡這種 愛破壞神三種難度 然後都跑同一張地圖 同一個劇情 同一個模式 打跑遊戲 你才會玩得下去 要不然你玩第一個難度就結束了 這遊戲就會不太建議買 因為一個章節太快了 不太看劇情的話 可能玩一天就沒了 那在難度的改變 正常來說 如果進階到下一個 我在網路上有稍微查一下 大家的SOP就是 當你打完普通 就會先刷一下 普通難度的裝備 看有沒有巴車 就是巴爾的打寶團 或者是自己往前刷一下 那些怪物 等到你裝備有一定的基礎 才會進階到下一個難度 那我自己剛剛有講前兩個用法師 就沒什麼再說 效率差了一點 直到地獄才有體會到 為什麼大家會比到這個SOP 開始往前一個難度打 那個難度落差太大了 如果你要在地獄生存 沒有抗性裝備 基本上你是存活不到幾秒鐘的 可能一個不小心 走到一對弓箭手裡面 你就蒸發了 錢就給它噴光光 主要是暗黑2的遊戲設計 在死掉的時候 會噴裝備跟身上的錢 所以基本上出門之前 都要養成純錢的好習慣 如果可以的話 把錢存在共享這個倉庫 你的錢就不會因為死掉而減少 另外一個是 暗黑2會因為難度的提升 把人物的抗性降低 怪物的抗性變高 讓你體會到什麼叫做地獄 再加上你是必須要依靠 傭兵去扛的直接 在地獄會先體會到 小弟不斷死的輪迴 然後你的錢也是大多數 都在復活他 這個要解決 也只能慢慢農裝備 讓他吃好、穿好 他才會幫你做事 那針對怪物升抗這件事情 像是法師 如果只有專修一種屬性 遇到冰抗的怪物 你可能只剩下逃跑 或是給遊民打 這兩個選擇 我自己玩的是法師 對這一點就深有體會 別人的法師 就已經通關再刷最後一隻王 或者是地獄牛關了 我還在第三章節慢慢走 這對我來說是好玩的 畢竟打寶遊戲嘛 能夠讓你體會到 打到寶物的感覺 這個毒性就越強了 核心的沾連力就會越來越高 只是相對的 針對一個20年前 有許多人玩過 再重製的遊戲 丟到檯面上 這個核心也會因為 時代背景不同 變得越來越低 因為其實 在我所認知的打寶遊戲 都會是那種 噢靠我 昨天打到什麼 然後跟哪些裝備搭起來 傷害還蠻屌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或是說 你媽豬肉 昨天打了一天 大巴跟牛關 都打不到東西 有夠非洲 這一個重製最大最大的缺憾 就是少了討論 以及配裝這件事情 新玩家玩這款遊戲 只要打到暗機 肯定就會想說 噢好爽 終於掉寶了 但如果你身邊 剛好有一個老玩家 七八成會跟你說 這件沒什麼 太大用處 可以直接賣商店了 就是只有幾件 會跟你說 噢這可以留給小號 其實有很多裝備 都還蠻不錯的 並不是說每個裝備都要賣掉 我舉個例子 像是我是法師 同時也是個新手 手套沒有很好的前期 打到雙籃這個裝備 當下也是很懵懂 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剛好身邊就有幾個老玩家 所以很快就得到了 這個裝備用處不大回復 理所當然 就會變成倉庫 或是商店販賣的結局 而雙籃這個裝備裝上去之後 你可以增加40%的魔力 讓你續戰力能夠更久 多放幾次魔法 都是非常值得先擋著用 等到後面打到法師之前 看到高速施法有增加 就知道這對法師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就換掉了 那經由這個範例 我就覺得 這遊戲新老玩家 對於寶物的價值落差 真的太大了 沒有了測試跟討論 遊戲的玩法就是固定起來 這張圖就可以詮釋了 你以為真的寶是長這樣子 但很多人覺得 軍帽、風之力那些才叫寶 這一點 是我覺得暗黑重製版 最可惜的一部分 唯一讓我覺得不錯的地方是 它的打寶機制 就跟其他的遊戲不太一樣 正常來說 我們所知道的打寶 都是打某一隻王 然後噴多少寶物 或者是機率判斷固定物品 暗黑2的打寶 是看場景等級來決定的 你想要的裝備 必須要大於等於 場景等級之後 所有的怪物都會掉落那件物品 只有少數的頭目 它的吊寶等級 是不會受場景等級影響的 像是巴爾就是了 也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要開拔車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你要查場景等級 可以去ERG 我會放到資訊欄給大家參考 除了打寶以外 老實說 我覺得這遊戲的設計 還是有不少的BUG 像是你在瞬移的時候 就會卡到不少這牆壁 所以我覺得這還算是蠻好的優點 畢竟你可以少遇到一次怪物 就少了會死的機率 還有PS的補水 也是遇到幾次很煩人的BUG PS畢竟是使用手把補水跟PC相比 肯定沒有這麼快速而且使用 它的方式是 你必須要在第一排放上你要喝的水 任意水都可以 洪水、藍水、火水、解毒要溶冰那些的 然後再按下R3就是右邊的蘑菇頭 系統就會幫你把你身上相對的水放進去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要放水 卻直接卡住了 變成單瓶在指標上面 必須要一瓶一瓶放 這一點真的蠻惱人的 而且我原本以為這次暗黑 應該會把PS手把上面的觸控面板 設計得跟滑鼠一樣 這樣子移動水 或是一點某些物件就會快很多 整個PS的優勢 也沒有特別善用 還有像是有些技能 在PS就會有一定的限制 因為遊戲裡面沒有指標可以指定說 要放在哪一塊 只能固定指定怪物 去放某一個定點 所以如果你要放範圍記的話 要放在哪裡 哪個點 都是沒辦法做到的 這在選技能就會有一定的問題 像是暴風雪 隕石這種範圍型的技能 如果你要丟在誰身上的話 就只會朝怪物的正中心去丟 可是怪物會跑啊 這樣技能的弱點 就只會在他的屁股後面 那根本就沒用了 所以要是職業是法師 傭兵也不夠扛 這些無法指定的範圍記 就會變得很難用 我自己是用過一次就洗掉了 好用的火牆 我也是沒用 敢用指定的火蛇 還好一點 那暗愛破壞神 無用至於是一個很有毒性的遊戲 看看我這幾天都沒有跟進影片 就是吸得太過癮了 整個就頹廢起來 那你要說他真的是賣情懷嗎 確實是賣情懷 現在應該也是很多當爸爸的人 帶著自己家的小孩一起打 那也是格外的親情陪伴 但就是太毒了 太容易讓你忘記手邊的事情 你要上班 你會想要暗黑 你要上課 你會想要刷寶 你要出去玩 你會想要趕快回家 就會變得很毒性 當然也不是說 只有暗黑會有這個狀況 只是對我來說 他就是這麼毒 容易忘記你身邊的事情 但還是有一些 20年前有玩過暗黑的朋友 就是剛剛講的老玩家 現在回來玩體味道有一些 有跟我分享一下 我覺得蠻值得跟大家講的 以前玩暗黑 在那時候 身體狀況還年輕 大概兩三天 趕緊刷到幾件寶物 都還沒有問題 20年過去了 自己也當了經理 雖然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在遊戲上面 但是回歸初心 跟一些好久不見的朋友 一起刷刷刷 卻找不到那個味道了 地圖都要跑同一招 讓我覺得有點煩 裝備都是那些 我覺得有點膩 手遊玩太多 沒有自動找路 感受到諸多的不方便 唉,時光背景不同了 暗黑2 真的是只能存在 那美好的回憶裡面了 這幾段話 對我來說算是蠻值得 大家參考了 畢竟我這幾天直播 收到的最多 這幾個遊戲很久了 還值得買嗎? 我自己以前沒有玩過 現在玩就很有毒性 特別我又是那種 很堅持自己打玩的人 就花了不少時間拓荒 現在也還沒打完 我也想要趕快打完 換一種職業玩玩看 當然到現在 我還是蠻推薦大家 可以跟隊友組隊的 找不到隊友有沒有關係 我這邊也有開Discord 提供你組隊 要是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換裝備 都可以在這邊詢問 現在只有Switch 是四人以外 其他都是支援八個人同樂 跟朋友一起打會很有趣 交換裝備這些都是可以的 有時候甚至你時間多一點的話 刷更多的寶物 然後再拿去交易網 或是LINE群組販賣 也是很多的需要 像是四棟君主盾 四棟水晶劍 守護天使 塔格奧之爪 不鏽的意志 泰坦 君乳 君帽 要不然就是符文那些的 這些都有人在網路上交易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我要繼續把地獄打完 開下一隻玩樂 那就感謝各位 那請看到最後,我是SKY,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